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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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做进一步检查当中 让他深感健康的重要 他周末到台北指南宫 保冠筛检做代言 呼吁大家不要找任何忙碌 做借口不去检查 早期发现疾病都可以早期治疗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喝酒都干硬化的 这几年啊 然后什么因为长期的过劳 吃太好 胆固醇 我都觉得说告诉自己我们要爱自己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定期的检查 请问 请问你 因为以前都不敢面对医生跟检查 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他会常常督促的我 去 因为我这几年 我平常心讲 我很怕到医院 我怕检查 我万一怎么样 我会怕 对不对 我相信 你不要笑我 我相信在场一定有很多人 然后会有这种心态 但是呢 我觉得 没关系 我们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不管怎么样 先检查 真的有什么问题 再治疗 像台湾的医疗这么发达 怕什么 对不对 所以呢 去年 我的经纪人就带着说 发问 你已经好几年没检查 去检查 一检查 哎呀 不得了了 大肠洗肉割了十二颗 十二颗啊 对 你生活过得很好 生活过得很好 你怎么吃那么好 把我真的惊呆了 对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吃的原因 还是饮食作息不正常 我也不知道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许是家族遗传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就乖乖的 这一年是去年十二颗嘛 我今年呢 上个月我刚检查 很好进步只剩六颗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这一场这个 免费的肝癌筛检 还有腹部超音波 如果没有在做 所有朋友的大力帮忙 但是很多都是熟面孔啦 对 没有你们的大力帮忙 没有办法有今天这一场活动的诞生 但特地要谢谢我们这个指南宫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这个干机会 当然啦 我们这么多年了 我们在推广肝癌肝病的这个预防 还有筛检呢 我们是不遗余力 那当然指南宫呢 我们主事是吕洞兵 吕祖先 对不对 那么 但是呢 我们这个吕洞兵 他一直有告诉大家 我们要走正道 我们要教化 我们要行善 那我们干净会 刚好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呢 我们都是走正道 走大路 因为呢 我们一直在教化大家 对于干一个知识的预防 但是我们也常常走小路 因为呢 很多的偏义乡没有大路 我们只有小路 但是呢 我们既然这不管大路小路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 帮助大家的事情 藉由筛检 发现很多人 不晓得自己 干有问题 因为干没有神经啊 所以如果干顾得好 就仿若我们这个猫空缆车 一路平安啊 然后可以去那边泡茶聊天 但是如果干顾不好 你就像坐云霄飞车啦 我们这个人生呢 会有很多惊声尖叫的地方 即使天空不作美 在寒冷又下雨的天后 民众还是踊跃参加 免费保肝筛检 玩起袖子抽鞋检查 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有这个免费的 这个肝脏的这个筛检啊 那因为第一个就是免费嘛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不只是就是肝脏的素质 那一般的那个癌症的一些素质 它也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是觉得这个是 蛮好的一个活动的 对那也是对回馈这个李明啊 对啊那对这个公益活动的话 当然也是虽然天气很冷嘛 但是还是想要支持一下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活动 能够参加抽血 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啊 要进行这样子一个健康检查活动 今天我们来参加 它指南宫跟台北好心肝一起办的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抽血检查 跟副副参与的活动 呃我们大家李明都很热情的参与 虽然说天后状况不是很好 可是大家参与的程度非常的热络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呢 往后每年都可以再继续举办 然后扩及到我们更多的李明 那让我们附近这几个旅的一些李明都能够受惠 对因为第一次办 我们也不想要大家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回响 非常的好 那我们李明给我的回馈也觉得说 这个活动对在地的李明非常的有意义 那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能够可办下去 肝病每年夺走上万条性命 因此抽血筛检是基本动作 筛检出的B肝C肝炎患者 一定要再做腹部超音波检查 才能确认肝脏是否健康 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跟指南宫这边共同来办这个活动 所以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天使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办活动 高主委刚刚也讲过 应该下雨才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相信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今天比我们预料的人潮来得多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和 那也很高兴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 大家过去以来我们干机会的活动都成盟我们很多福伦社的好朋友共同的协助 才能够让我们在全台湾本岛离岛我们办了八百多场的免费的筛检 我们的演讲超过一千次以上 同时呢我们在去年开始提倡这个富富超音波的我们这个全岛一干的这个活动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因为在台北市我们的慢性肝病在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死因当中已经占到了第14名 那以及在癌症的这个部分主要死因肝癌是在第4名 所以像干病刚才主持人有提到是没有声音的 让早期发现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筛检活动非常有意义 这个雨啊代表就是说 路后啊一个上来山上有仙气 所以有云有雨代表女主很开心 虽然在造成大家一点点的不方便 但是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啊代表指南公共管理委员会啊再次欢迎同时感谢大家 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其实这个缘起啊是Chris啊 以及我们杨岳虎杨董事长我们讲很久了 但是也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我们言了好几次 但是选择在今天啊我想有特别他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整个文山区我们20个的里长 带领了我们的里面以及我们政区长啊 带领了我们文山区啊 我相信南公是旅主的道场 旅主讲的是修信修命 修心性啊 但是不只要修心性还要照顾好你的生命 低肝代源者已有药物可控制 C肝更是有极高治愈率的药物 这些治疗费用全部健保给付 因此肝机会呼吁BC肝病友尽早接受治疗 持续结合社会爱心善款从事肝病筛检活动 努力找出前肠BC肝患者 提升民众保肝意识 期望在主动出击之下 有效提升民众就医意愿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刑事局破获昵称宏达资本的贷操股票诈骗集团 总共查获25名犯嫌盗案 不法金额将近千万元 集团内车手更利用虚拟货币洗钱 因此警方特别锁定目标 顺利将该集团人员查气道案 诈骗集团伪造年终尾牙颁奖盛宴 邀请函企图营造获利假象 却还初心的打错字 刑事局接获民众报案 遭诈骗集团推荐投资平台宏达资本 宣称代操股票可获得高报酬 又使被害人踏入陷阱 陆续汇款一千多万元 被害人发现无法出金时 方才惊觉遭到诈骗 诈骗人之后被害人把钱货进去 他们的资源线条账户之后 由车手他把这个钱领出来 引出来之后来到这个水房的阶段 他们全部就是 其实这个虚拟货币的买家 卖家含车手 他们都是同一个集团的成员 那只是说他们都会虚拟货币的买卖方式 由一个交易的方式来规避洗钱房子法 被警方查及道案就说 诶没有 我只是个币商 我只是来做交易的 企图规避这个洗钱房子的作为 那实际上我们直接看 这个部分全部都是他们集团里面的对象 刑事局检查第一大队 接获报案称 挑诈骗集团 来推荐 介绍一个国事品牌 就是那个宏达资本 他声称是以代操股票的方式 来获取高收益的股份 来进行诈骗 被害人陆续 被返回新台幣1千1万亿 经发现无法出金 只经接遭受诈骗 呈现了一个追查来发现 该集团 吸引 集团的干部 来招募 自愿性的一个 人头账户 通关 车手 还有一个说户手 的一个集团的职员 那以交易虚拟货币的方式来进行大骗 该集团甚至伪造在新级的饭店 来召开所谓的 那个年终尾牙 这一个颁奖盛宴的一个邀请函 来企图营造那一个集团的获利的一个奖项 另外也在统入 盗取一个美女的图片 在赖的群组中的一个 负责人的屠下来进行一个置换 来演示一个身份 借以来诈骗取信医被害民众 那经专案小组 见实机成所 在110年的10月16号 来采取一个居庭 搜索一个行动 洞察器 诚信主权等25人盗案 并查后相关涉案的一个手机 银行金融卡 存互等任务 听过刑事局的分析 诈骑的手保认为应该要从犯罪的工具上面来做相关管理 也就是从电信 网路以及金流 通过跨幅会的合作 那我们特别锁定了前五类的 这个诈骑案类 持续来加强来打击 那其中假投资诈骑类呢 是财损数最多的 也是我们目前查期的重点之一 那为了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民事局再次呼吁 任何投资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管道 如果有标榜的高获利 或者是稳钻不赔的情形 都建议先拨打165团诈骗的资金专线 或者就近前往派出所查证 警方发现车手多以交易太打币方式 创造对话记录 营造有虚拟货币买卖假象 规避诈骑洗钱行为 全案历经数月侦办 逮捕陈仙等25人 以诈骑罪违反洗钱房自罚等罪嫌 移送侦办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受到家庭创伤的孩子 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走出伤痛 善目基金会邀请艺人连于涵担任爱新大使 号召民众支持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新拥抱家创儿 长期关怀照顾家创儿的 善目基金会 111年新火传爱经费募集活动 邀请爱新大使连于涵拍摄公益影片 号召民众支持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拥抱家创儿 面对家庭暴力 冲突 失序 伤害 孩子们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修复 拥抱 让孩子知道自己值得被爱 拥抱 给予受伤的心灵勇气 拥抱 在不安中 给予祝福 用爱拥抱家创儿 有你有我 邀请您支持 善目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 时间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不一定有时间做义工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社会就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如果你没有时间 像这边 我很常就是没事就会看一下 这一季又有什么新的合作了 那对我来说 我就会觉得说 我既可以就是捐款 然后我捐款之后 又可以得到善目的相关的 这个小周边商品 对我来说 当我撑着伞走在路上的时候 人家如果跟我说 这个是很漂亮的 在哪里买的 我说你听过善目基金会吗 就可以立刻告诉他 然后像我就是有雨伞啊 然后还有什么咖啡豆啊 就是他们相关合作的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 都有用LINE的话呢 其实大家上LINE配找 善目基金会 就是爱心捐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捐款 其实它是一个很日常 很举手之劳的事情 然后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 点开你的LINE 找到爱心专具 找到善目的专具就可以了 善目在服务的过程中 发现超过五成以上的安置额 有发展迟缓 自闭忧郁精神观能症 透过挺挺搬新家绘本 希望帮助高照顾需求的 家创额 从原生家庭离开 更容易理解 进入善目家园的心情与处境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不乖 我不听话 所以要被带离开 社工告诉我 离开并不是我的错 只是家人需要时间练习 怎么照顾我 我也要学会照顾自己 所以我离开了 我觉得好紧张 不知道新地方的人 会不会喜欢我 我觉得好害怕 不知道新的地方 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 接触了善目 所以就是刚好 就是开始对这一块 就是突然有看见 更看见 所以像我近期读的 一本小说叫奇迹面包店 其实它跟平平的故事很像 它也是在目睹了家暴之后 然后家人就是 怕它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会对它不好 所以就直接把它送回了外婆家 那即使是亲近的人 它可能也会觉得 要转换生活环境 让它很不安 可是没想到 它来到外婆家以后 它发现它的外婆 即使它这么不熟悉 可是外婆给它 无条件的爱 然后它回到它妈妈 小说生长的地方 它才发现 它妈妈跟它 现在认识的妈妈差很多 它妈妈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很开朗 很活泼的女性 可是进入到家庭以后 因为有一个家暴她的丈夫 所以小孩子在这样的精神压力成长之下 他的确也对人产生了不信任 他会觉得 我有办法直接获得爱吗 这些人跟我是陌生的 为什么他会给我爱 所以同步的看到这个绘本 就是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小说 就是对我来说 无论是小说或是绘本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甚至对我们大人来说 你要转换生活环境 重新去信任别人 然后长出你原本没有得到的东西 例如说爱或关心 这个东西是需要非常多时间的 然后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 无论是我们透过阅读 或是你身边有相关经历的人 我希望大家在面对家创儿的时候 都给予更多的耐心跟陪伴 让他们知道就是 人是可以无条件的被爱的 只是他们以前的经历 可能没有这个经历 但我们可以告诉他 这个世界上是有这样的爱存在的 其实这个疫情 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之一 就是人际的隔离 尤其是刚开始面对疫情的时候 面对疾病的未知恐惧 还有自我保护 隔离似乎就成了因应疫情的策略 其实对于我们的家创儿来说 隔离似乎也是他们选择的策略 当他们面到危机 面对伤害 隔离也是他们作为一个因应的方式 你看他们面对暴力伤害 面对对于生命的不理解 还有面对自身的脆弱性 他们只能把门关起来 把心关起来 但是我们善目相信 只有爱才能把门打开 把心打开 孩子从疗伤到复原的这个过程 需要很多的时间 也需要专业人力的投入 还有细致的服务 那而且是面对最近时代的变化 还有社会的变迁 其实我们的服务 我们庇护家园的工作 面临了很大的挑战与困难 其实要陪伴这一群高度创伤经验的孩子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看到透过我们善目的服务 这些孩子有了成长 有了改变 为此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其实我们从孩子身上也得到很多继续服务的力量与勇气 民众捐款满500元 可获得2023工艺桌礼 以及兔年红包袋 捐款满1600元 可获得知名插画家潘新平 为善目创作的星星小羊迷你保温杯 及抗UV折散 邀请民众支持新火传爱服务计划 用爱守护家创额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力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当地 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主办的22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颁奖典礼总共颁发年度六大奖项 总奖金高达18万元 没关也相当感谢中家宽评连续4年赞助经费 一起来推动儿少优质节目 关心儿少的视听传播环境 画面现场是第22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评选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 因应多媒体世代来临 与儿少收视习惯改变 今年收建首度纳入广播等声音类的儿少节目参加评选 且不再仅限于纯粹的国人自治 今年共吸引84件节目作品参加评选 角逐各大奖项 最后由客家电视台音乐关键字 夺得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讲课广播电台的耳工探险队 则是夺下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的殊荣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颁奖典礼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热情的地方 对然后刚听了这么多的前辈 先进以及每一位伙伴说的话 我都觉得在台湾应该要更加的努力 来做更多的儿少节目 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要 那么音乐关键字呢 是一个音乐科普的动画系列 我们期待是可以引起孩子们阅读的时候 观看的时候的共鸣跟共感 更重要的事情是引起对科学的重视 我相信评审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谨 因为我们听打了三集的逐字稿 就是我相信评审真的是想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逐字稿 你们也非常非常辛苦的去阅读 真的非常谢谢评审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我们很开心能够用儿童的视角 做这样子的一个广播节目 结合M两三个专重就是哈嘎发啦 对然后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得到这样子的肯定 什么太嘎啊谢谢 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家宽评 也连续第四年赞助活动 中家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凌 也亲自出席颁发儿少评审团奖 好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 儿少评审团奖 得奖的是公共电视台下课花露米 壮游闯天下三 恭喜 首先谢谢美关基金会与评审 对下课花露米壮游闯天下的肯定 给予这个公司超过20年的老牌儿童节目厚爱 其次要谢谢所有参与节目上山下海 还有无数个夜晚熬夜赶稿 以及后置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在这边谢谢这个美关基金会的邀请 让中家集团有机会能够参与 然后共同来推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台湾儿少评审团奖节目的评选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所以我在孩子小的时候 的确我非常 尤其他在学龄前的时候 当时网路不是那么的发达 所以为了取得很优质的节目呢 我甚至要请这个国外的友人 帮我从电视上录下 在那个年代还有VHS 可能比较古老了 那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创作者 以及这么多元有创意的节目 我还蛮惊讶而且觉得很惊艳 那所以我想从中家集团的角度 我在这边也允诺这个罗董事长 我想中家集团会继续支持 2023年的这个评选好不好 另外年度最佳主题特别讲 多元族群融合 由客家电视台的客客客栈 皮剑闯世界获奖 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由公式的极乐世界获奖 而为了持续扩大影响力 美观今年也特别举办 线上影音展活动 最后由Podcast童话透中岛 以3282票一举拿下 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 今年的评选活动和颁奖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今年有增加了 声音类的节目 特别是以Podcast的这个格式 这个形式来呈现 另外就是我们也接受了 除了传统电视台之外 来自于OTT平台的节目 此外呢 今年我们举办了 很大规模的线上影展 以及观众票选活动 今年参与票选活动的观众 总数达到了18,000多人 不只限于台湾本地的观众参与 也有来自于美国加拿大 以及日本的观众 热烈的参加 那这些观众的回响相当的大 此外呢 今年参加的评选的节目 数量也非常的多 总共有84个 包括影音类跟声音类的作品 然后显现台湾的儿童及少年 优质节目的制作团队 非常的努力 也为台湾的儿少观众 提供了非常好的节目 那对于台湾的进步 以及对于儿少的视听福利 有很大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我对于客宇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在创新的 独特的风格上面 表现非常的优秀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亮点大爆发 特别是在动画节目 动画的作品 然后另外 我觉得很讶异 就是在OTT平台 还有就是广播电台跟Podcast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不凡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 电视台某些程度上 比较重视在青少年的比例上面 还有广播电台 可是在Podcast 他注重的是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我觉得这让我看到 一个有趣的一个对比 不过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所有为儿少节目 制作的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 因应这个新媒体时代的 这个趋势 是不是能够多制作一些 新形式的节目跟产品 因为我们做节目 我们把这样的作品 呈现给孩子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美观指出 相当感谢中家宽评 持续赞助经费 推动儿少节目 也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文化部影视局等单位的支持指导 今年共颁发六项年度大奖 发出总奖金18万元 希望透过颁奖典礼 鼓励台湾儿少节目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内容 为儿少来发声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从109年开始 和中家宽评合作 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今年进行媒体素养教育活动 推广计划和公用频道的 禁用与推广计划成果亮眼 参加人数超过5000多人次 透过各式活动和桌游等设计 将媒体素养教育 推展到社会各角落 画面现场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举办的《眉来眼去》 媒体素养成果发表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宏表示 感谢中家宽评的大力赞助与支持 媒体素养教育活动推广计划 今年透过多场公私立大学课程补助 讲座与营队等面向的推广 让媒体素养的触角扩展到更多地方 在中家集团的协助之下 推动媒体素养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可以很顺利的进行 那要很感谢很多参与的 我们这一个这一年来总共 补助了31门的大学的课程 所以后面有一些老师很热情的出席赞助 那有一门高中的为课程 那我们总共有办127个大学跟高中的讲座 大概有4000多人次的参与 那我们还有三场的营队 还有六场次的读书会 还有六场次的公用频道禁用的影音产制内容 后面好多朋友是参加这一次影音活动的产制内容 总共产制的50部影片 那成果相当的 我个人相当的觉得还蛮欣慰的 中家集团全省有12家的有限电视系统 的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扮演这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各地其实都 怎么讲 这几年来其实我们透过各地的系统 我们进入社区宣讲等等的 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可能老人家长辈尤其长辈 他们每天以前我常会接到可能爸爸妈妈寄来的那个 很多的讯息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透过这几年的推展 我感受到他们已经至少先查核 或者是不是立刻就转给别人 他们已经渐渐知道讯息不一定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我们也很感谢就是有秉宏老师的这个指导 他算先行者 所以他刚刚有说 的确因为这个台师大 秉宏老师这边的多年更允以及推广 很多大专院校也开始投入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就是说他的正向力量会透过更多管道 更多学校发展出去 那不过秉宏老师是先行者 也是非常有创意的 他针对明年度的这个提案 我们也有一些讨论 那我相信明年度一定会更好 其实现在的选民或民众啊 越来越耳聪目明 越来越可以胜失明辨 那这真的就是要感谢每一位在投入在这个媒体素养工作里面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中家啦 包括我们秉宏老师 包括我们今天在场的老师们跟团队们 那因为你们的这个努力对媒体素养的投入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的民主才可以更健康更成熟 所以要谢谢大家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费补助 这个桌游其实不太可能到东部的偏乡来进行这样子的课堂设计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一次的经费补助 其实不只是学生受惠 我想东部的非常多的家长也在这个脉络里面 因为这个整个课程能够得到全额补助这个部分 一起在这个经验里面受到相关的媒体素养的这个训练跟赔力 这次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 然后邀请到的讲座 老实说因为我都要请同学们写心得 那同学每次看到同学们的心得我自己都觉得好感动 跳出学校的框框的那些资讯 我觉得对学生来说那个成长跟冲击其实更大 此外有鉴于公用频道的知晓度仍有待提升 今年台师大也攜手中佳 透过世界咖啡馆影像工作坊与焦点座谈进行宣导 吸引近200位民众合作产制出50部影片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旅程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是从高雄到台南到新北到台北 然后基隆 但是呢我们又往回到了桃园这六个县市 这六个县市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坊其实我们真的是产出了 哇真的非常非常丰富的 就像各位看刚才看到50支影片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中佳 那就是说以前真的不晓得什么 我们只知道公共电视嘛对不对 谁知道公用媒体啊 这是因为参加的这个活动 我们才有这样的概念 而且呢刚刚讲说那自媒体啊 就是说你怎么样拍影片呢 我们也是因为呢 这一个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多学一点啦 我甚至拍了我的第一支MV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你知道吗 就像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其实这一切并没有这么难 如果你敢去做 你做了第一步之后 万事起头难之后 你踏出了那一步 你就可以接着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我们就希望人民只剩下一点点 可以尽用媒体的权利 刚刚有一位先生分享的就是 那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的概念 每个人都应该透过媒体 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而不被任何的不当的力量所影响 因为你在YouTube 你常常会被下架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媒体基本权落实的 那希望我们明年会更努力 然后在中佳的协助下 我们会更努力地去做这件事情 台师大今年也在推出假新闻查核 与媒体禁用权为主题的媒体素养桌游 提供民众免费下载列印使用 民众可透过台师大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活动推广计划的粉砖 申请电子档免费列印试完 成果发表会中 台师大也邀请中佳宽平 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与中佳宽平北建总经理徐巧妮 分别进行摸彩抽奖 让获奖民众相当开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数位传播趋势不断推陈出新 台大新闻研究所携手中佳宽平 举办研讨会 针对新闻实践资讯操控危机 和平台管理政策来做探讨 在影响力巨大的数位平台 内容制作者和阅听者 又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生存在这样的媒体环境中 如果国家没有公共电视 媒体生态与新闻会是如何 台大新闻所研讨会 开幕主讲人胡元辉 透过媒体转型与民主永续主题 探讨公共媒体 引领影视产业的责任 也开启听众思考对公民媒体的想象 那事实上在数位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有非常大的冲击跟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生态 那在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商业的媒体 公营的媒体 公共的媒体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出发来看看 到底在全球面临这样的一个 民主的挑战的时刻 西方的公共媒体 他们在想象什么问题 台湾的公共媒体又面对什么问题 就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 找到公共的价值 换句话来讲 就是应该让公共服务 可以在数位世界里面得到 充分的实践跟延伸 这样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现在 一个资讯时代的混乱 或者不知讯息的挑战 这个场次是有关 媒体转型跟民主政治 那与会者都主张说 公共利益导向的媒体 应该要通力合作 然后提供好的内容 然后强化媒体素养 那长期能够深化民主政治 由台大新闻研究所 与中佳宽平举办的研讨会 以数位传播新趋势为方向 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 与平台管理政策来探讨 期许大众面对平台化的新闻 阅听环境 能够自主选择偏好与分辨真假新闻能力 台大新闻所今年的年度研讨会 那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 数位转型的关切 所以我们今年的研讨会 安排了三场主要的讲题 那分别是从平台化的 这个数位汇流 对于新闻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呢 当然也是这几年大家非常关心的 资讯操控的议题 还有针对这些数位平台 我们要如何的治理跟管理 那从这三个面向着手 那我想这几个议题 都是我们现在的新闻媒体产业 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想其实今年NCC 才刚提出了一个 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 那引发各方的关切 那还有非常多议题就在于说 那新闻业因为面临到非常大的 这个营收的危机 那在这样的一个数位汇流的环境里面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为新闻业 还有民族的发展 要付出相当的责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研讨会的 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们非常高兴 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跟中央数位公司合作 所以让新闻所可以 在每年举办三场论坛 跟一场研讨会 那这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这也是一种公共教育 跟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透过这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邀请非常多专家 学者 还有业界的代表 来分析 目前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认为未来的 因应的对策 应该是什么 研讨会除了开幕演讲 上半场的平台化新闻生存 讲述现今的媒体环境 下半场也针对资讯操纵 与内容平衡 探寻这对月听众 长久有何影响 并期待透过媒体素养的教育 与宣传 数位平台的管理对策等 优化传播生态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 和中家携手举办的研讨会中 邀请到业界资深新闻工作者 分享面对现今环境的生存策略 和经营改变 同时如何在流量和内容之间 取得平衡和乐听者沟通互动 现代人频繁在线上活动 包括接收讯息 社交互动等 就连购物 休闲娱乐 阅读 查找都依赖网路 改变了传统的资讯接收方式 新闻媒体也面临着 数位平台化的考验 在内容与流量间拉扯 重述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向 与模式 在台大研究所 和中家宽评合办的研讨会中 就针对新闻实践 与使用者互动 邀请业界分享经验 我们讲 那时候一个优势 是因为苹果的市占率很高 所以当时其实新闻很快 我们不到两年 我们一天的点阅率平均值 就可以不过2500万 那接下来每个世界就不断的成长 有什么症结啦 有什么高雄气暴 有台南地震啦 高雄捷狱等等的一些事情 我已经一直带上来 它的发现成报 你知道我最高做到一天 我在的时候 最高做到4995万 差一点点到5000 那个目标一直还没当成 可是那时候 我们去看它的整个流量来源 全部都是直接流量 就是说它有发展 是从APP进来的 到2000年之后 开始慢慢出现了网络 但是当时网络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真正我认为台湾的新媒体的 就看了一部分就提到 新媒体的整个被大家重视到 或者是被看到 其实是2014年的太阳光学历 那时候我托的单位是金正传媒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我们说实在 我们的新闻 真的也没有苹果多 新闻也没有苹果看 但是我们想到一个 因为我自己从电视来出生 我想到做的是直播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我们利用日本的一个直播平台 我们就是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它是用两个那个 蓝白假假托放了一个iPad 直播了立法院里面的那三天的情况 那当时只有一个媒体把它放在首页 然后也帮那些学生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 就是NOW NEWS 因为那件事情 我们的流量第一次破1000万 现在天文署有5000万 我们自然很看眼 但是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时也是天文数字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太阳光的学历 大家开启了另外一个新闻 一个媒体的事态 就是原来网络可以成为另外事态 但当时FB也还没有崛起 更不要说YouTube 那时候用的是一个 日本的一个免费的软件 然后我们就做了三天 大概七十几个小时的直播 这些科技的大厂套 它提供的这些技术的支援 这个除了将我们的内容 这个提上去之外 很重要 它把我们的传播力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它也拉到了一个所谓 他们所谓自由平等公开的 繁信中 到这个平台上去展示 那所谓平等的 就是他们所谓的演算法 所以演算法是没有公开的 都是它前面 我们也不知道 它演算法随时都可以改变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 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新闻工作者在禁逐 乐听人点阅率之下 评断新闻内容的标准 不再如从前的看法逻辑运作 媒体和乐听人之间相互影响 产生双向的选择与沟通关系 以新闻工作者的角度 业者纷纷面临产业困境与挑战 但在改变传统新闻产制模式时 也坚信保有公平正确 而且优质的内容 是永续发展的核心目标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您好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持续公布 第二波小内阁名单 其中新任副市长为邱佩玲 东森新闻云的执行董事 谢国良表示 新任副市长邱佩玲 相当擅长媒体企业跟政府三方的跨界整合沟通 相信他能够做到承上启下的沟通整合 同时借助企业丰沛的力量 可以替基隆创造更多生机 大家好 我是邱佩玲 很高兴可以加入基隆市的市府团队 我的父亲邱创坏从小就告诉我 公务神圣 人在衙门好修行 因此我就有很深刻的使命感 希望我可以帮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服务 让他们生活的更好 我过去在东森集团服务 我做过东森行销的总经理 超级电视的董事长 东森巨蛋董事长 还有目前现任东森新闻营的执行董事 我对于品牌的定位整合行销是我最擅长的 基隆市好山好水 在谢国良市长勾勒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施政图 我觉得用我的经验一定可以将基隆的自然 人文以及美食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未来的规划 让基隆市不仅成为台湾人的骄傲 也成为国际大家上网的都市 很希望能够大家可以支持 也再一次谢谢能成为团队的成员 谢谢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10天的转期 吸引超过百万人次的总参观人数 不但让国人见证基隆的翻转蜕变 近期还接连获得台湾活动卓越奖公共服务类 银纸奖以及专业杂志的颁奖肯定 从主办单位手中接下公共服务类银纸奖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认为 以整个城市为展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 不仅是基隆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活动 更提高基隆城市光荣感 及有助于城市品牌行销效果 在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10天 也吸引了超过100万人的到访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成果 还有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那也受到这些评审委员的青睐跟赞赏 所以在这一次的公共服务类的卓越奖 银纸奖就颁给了基隆市政府 那我想城市博览会从今年的6月10号到19号 那这10天我想对于基隆市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是以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测展 那分为ABCK展区 那我们这一次的测展呢 也导入了城市设计 那另外也结合了文化艺术 那更重要的是海洋保育的概念 通通都在里面 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测展呢 带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呢 有提高城市的一个光荣感 跟这样一个城市行销的效益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城市而言呢 更是重要 为期两年的筹划加上三次活动延期 在疫情期间举办更是对2022城市博览会最大的挑战 在疫情期间 那我们能够克服整个疫情的管制 跟这个疫情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可以在这个整个疫情的应对上 那也带来整个活动的效益 那我想这个是对于整个活动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除了台湾活动卓越奖 日前2022城市博览会又获得 Shopping Design 专业杂志 年度概念展演活动奖项肯定 曾祖文表示 得奖是对所有参与2022城市博览会 伙伴的最大鼓励 城市博览会的结束并不是终点 而是为基隆未来建设 开创一个新起点 记者 张琪辰 金融报导 虽然选举已经结束 不过拿下安乐区市议员最高票 6527票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服务不停歇 无缝接轨 仍然持续到台北南港展览馆 除了谢票感谢大家支持之外 更持续关心基隆通勤族 更持续关心基隆通勤族的各项问题 为大家服务 虽然选举已经结束 不过拿下安乐区市议员最高票 没有选举的时候才存在 而是这是我们基隆最精华的人力 那佩祥感谢我们通勤族的好朋友的支持 所以来这边算是个谢票的行程 从选举之后一个礼拜 那一直到今天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很直接的 通勤族所遇到的困境跟问题 不是只有选举的时候才会被人家注意 而是不停的存在的 像是9026路线跟班次的改变 1815班次的不足 跟跳蛙时常会有拖班的状况 那这些都是佩祥仍在第一线所观察到的 而佩祥也只有在第一线 跟我们好朋友一起面对这个事情 才能知道问题的所在 听取民意解决问题 林佩祥也怀着感恩的心谢票 感谢大家对他过去四年来各项服务的肯定 让他有机会可以继续为通勤族和市民朋友来服务 监督市政努力打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圣诞节快到了 基隆一家著名的面包店业者发挥创意 在二楼以及三楼外墙上 分别放置大型的充气圣诞老公公 或爬或坐非常醒目 店里面也推出 期间限定的拐杖面包等圣诞节商品 大型圣诞老公公在大楼外墙上 或爬或坐水风摇摆相当吸睛 这是基隆市区一家知名面包店业者的创意 透过环境营造 希望让消费者感受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因为我们位于市中心的学区 很多小朋友每天都会经过我们的面包店 然后都很期待说我们每年就是外面的一些造景 圣诞节的一些造景 我特地今年去请朋友定制了两只 超级无敌大的圣诞老公公 挂在我们的外墙 作为一个专制的艺术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能够有 享受一下这圣诞节的氛围 然后有不一样的感受 俏皮的圣诞老公公也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有人很喜欢也有路过小朋友觉得蛮惊讶 我就觉得很有那个节庆的感觉啊 很喜欢经过小孩都会多看几眼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个装置艺术 而且他们家东西好吃啊 有一点惊讶 因为觉得那么大的气球怎么下上去的 应景又有创意的做法 也获得金融市议员同志委的肯定 直说让整个商圈更有节庆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节 是我们大小朋友非常重视的一个节庆 那这个气氛也非常的欢乐 那我想我们仁爱区的在地店家 有这样子的创意 把我们圣诞老公公攀爬爬在墙上 然后成功的创造话题 就代表我们基隆人年轻人的创意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惠隆市场的地方创生 有这样子的一个店家一起来努力行销 我们整个商圈会是一个仁爱区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会继续来努力 除了营造节庆氛围 这家知名面包店还推出期间限定的圣诞节商品 有加入兵分卵糖的拐杖面包 还有圣诞老公公及可爱迷路的造型蛋糕 像这种拐杖面包 我们是用那个巧克力淋浆上去做的 然后它还有棉花糖跟卵糖是小朋友的最爱 对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巧克力 这是我们圣诞节 就是用圣诞老公公去做的生日蛋糕 然后上面都会有草莓 因为现在草莓季 所以我们都会用新鲜的草莓下去做装饰 业者表示店里所有圣诞商品全民打九折到12月底 想要感受圣诞节欢乐气氛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再见 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